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周围的这些小店 在那边就是这条大街的两边都是很多商品店 在这个商品店当中呢 比如说你可以买到爱因斯坦的像 你可以买到这个 皮斯麦的像 甚至是威廉二世的像 但你买不到希德勒的像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虽然说希德勒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也给世界人民造成了这个灾难 可是你想一想 成吉思汗也做过屠城啊 对吧 秦始皇也封殊坑颅啊 难道你因为他们做过一些坏事 就否定他们的历史意义吗 而全盘去掉吗 难道说我们一谈起成吉思汗 就觉得不能谈这个话题吗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他有点过往校正了 而且没有希德勒的这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主运动啊 也不会产生 那么很多国家也不会独立 像菲律宾啊 像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也不会出现 所以他做了好事的